來這邊喔 你如果軟體打開會像這樣子 他會先給你看說你可以下載這個MyViewport APP 那你一定想說我幹嘛還要用APP對不對 沒有關係你可以先暫時不用 好那 你看右下角色是有一個登錄的 我現在是用老師角色進去看 給老師看一下 老師應該有在LINE 就是應該說在Windows上如果你要登錄LINE的話你會怎麼做 可不可以用掃描QR Code的 那你知道那個APP要幹嘛的齁 所以我如果懶得再去打 一次帳號 那我就來這邊你看一下 我在這邊有沒有這個QR Code 找對不對所以我就從這裡按一下 好他現在就去找 找我們的這個QR Code 來在這裡 我就找一下 那找完了他就自動登錄了 這樣夠偷懶嗎 所以 大螢幕也是一樣 小螢幕也是一樣 有沒有我自動登錄了 這樣就OK了 那 這樣登錄還有個好處 什麼好處 把我的教學環境一起帶進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我登錄之後我的 已經變成黑板了 應該說綠板 因為 我有發現 其實 雖然我們 國中高中 甚至大專沒有他們國小那麼多的這個大電視 可是其實 我發現 我在用的時候大電視 如果背景是白色的 其實老師用的眼睛不舒服 我們看螢幕還好 可是因為是一整片 八十吋的 你反而會覺得 就太近了 那個光線太強 所以 我就把我的背景 設成 有一個 黑板 一個綠板 這樣子 那我的筆當然就要用什麼 就要用這樣子的 這樣有沒有感覺 又回到國小了 對不對 好 那 現在我要請老師當學生 我們利用 中午吃飯前幾分鐘 我們先讓老師當一下學生 來您看一下這裡 我們有一個初體驗的 在這裡 這邊這邊 您可以 進到簡報的22頁 簡報的22頁 軟體還不用打開 沒關係 軟體先不用開 你當學生就好了 所以 學生在家裡面 就像 你現在一樣 進到簡報22頁 老師 直接點中間那個網址 就會進到我的教室了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網址 你要找QR Code我也不反對啦 如果你覺得 我在家不會用電腦 只會用手機跟平板 你也可以用QR Code找 一樣會進到我這個教室裡面來 那 點進去之後 點進去之後 如果你是用電腦的 因為我們剛剛在 MyViewBoard是不是有申請帳號的 他就會直接進到 我們簡報23頁的畫面 那如果你是掃QR Code的 他會先問你 你叫什麼名字 有沒有 如果你是掃QR Code的 他會先有這個 名字 你可以先 輸入一下 然後呢在這邊 在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 進去的時候就看到 中間這個畫面 這樣OK嗎 好所以你看我先點一下 22頁 在這裡 點進去 因為我剛剛有登錄了 所以呢 我在這邊就很單純 他就直接進去 有沒有進來了 這是三個畫面 在這裡有三個功能 大家都進來之後 麻煩老師打開中間的 隨堂測驗 中間這個隨堂測驗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筆 等於說 不管是在教室現場 或是遠距 我們是不是就多了一個白板 老師就可以跟同學做互動 那這支筆 還不錯喔 因為這叫AI筆 所以 如果老師你在 畫圖的時候 你看我點下去 如果老師你要畫一隻小鳥的話 這樣子 比較像人 你不敢拿出去對不對 你看上面 有沒有看到他覺得你可能畫的是什麼 果然沒有小鳥 只有蝴蝶 有沒有 這個是AI筆啦 所以你可以 借助他判斷 比如說你要一個 這個 有沒有這樣一畫就出來了 他就拿出來了 就看 你覺得是什麼 你就可以像這樣 那好了之後 老師你可以按下送出 當然你要打字也可以 這裡有打字 你可以按下送出 他就會送出來 有沒有 送過來了 我收到了 老師就收到了喔 來我們看一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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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小靜老師也送來了 有沒有 你看 公務信箱的 喔 呵呵呵呵 那我怎麼知道他送什麼 點一下 有沒有看到了 小靜老師你 你 請啥 這樣子我們在教室現場是不是也可以用 不一定要在電腦教室啊 我們現在都希望同學不要拿手機嘛 所以會有養雞場 可是如果我們把它占用這隻 這隻小雞 是不是也可以在教學現場可以用 也可以啊 對啊 那 你看我可以下一個 喔 這隻魚 對不對 這樣 你看 我如果懶得一個開 我可以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這樣全部打開就一起看到 那如果 像 這邊 好 這個小靜老師的 如果我覺得說 老師可以試試看看AI喔 你是不是可以幫同學 的回答做一些註解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呢 他就會把你保留在裡面了 有沒有 今天如果老師要把這些同學回答的 這些內容保存起來 也可以喔 你看喔 我來這邊 我先回到我的桌面上 這裡 那 假設我在這邊我就先增加一個資料夾好了 我增加一個資料夾 來存放這些內容 OK 新資料夾2 你看我在右手邊這裡 有個存檔 儲存 如果你有跟 這個 雲端綁在一起 剛剛 老師在註冊的時候 他有問你要不要跟雲端綁在一起 對不對 要不要授權啊 難道你們都沒有注意到嗎 看你啦 看你是用Google的 他就跟Google綁在一起 那 你也可以直接存在 電腦 裡面 你看如果我直接存在雲端一點 所以老師就不用擔心你的 同學回答的東西 你沒有 保留到了 對不對 假設我存在這個雲端 那就是我的電腦裡面好了 我就找到 我的 這個 桌面桌面 新資料夾2 好把他存下去 存起來 那這樣存起來呢 你看喔 我們在這裡面 他的檔案名稱就會依照你的什麼 依照你 所設定進來的 你看小敬老師有沒有留下來了 你就不會分不去 而且他有個好處 剛剛我們小敬老師這個 我們有做一個註解 所以 所以 老師批 批閱的 會留著 同學的原稿也會留著 對不對 這樣 兩個都保存下來嘛 兩個都保存下來 所以 這個是 先讓 大家稍微體驗一下 原來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 另外一個呢 還有一個 也要讓大家體驗一下 就是 您剛剛有發現 又有老師送出來了 對不對 好這裡我先關掉 您看剛剛您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個叫上傳檔案的分享 因為我們在教學的時候有一個 情境是 如果老師是手作的 或是同學的 作品 你平常是不是老是要自己下去拍 拍完了然後自己想辦法弄到電腦上 你怎麼那麼無聊 請同學自己拍 因為 老師如果你是用手機的 你如果按了這個上傳 他會怎麼樣 你可以選擇 開你的 手機的 照相機 或是 已經拍好的檔案 直接選一個 就可以送到我這邊來 所以老師如果你剛剛是用手機 進去的 你試看看 你按上傳 有沒有可以拍現場的 對不對 拍完了你就可以傳過來我這裡囉 真的 我來看一下 看看有誰要傳過來 gradient 有人傳過了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對不對你可以試看看 有 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有沒有兩位傳過來了 對不對,我把他點開 各位,這兩位同學 四個四個,我就把他拿出來 有沒有就開始下載了 喔,這個是去釋草的,對不對 釋釋,釋草的 對吧,嘿,你看 不是啦,因為那個長得就很像啊 拿出來 有沒有這樣,老師我們在 看同學的作品,要不要那麼辛苦 不用了對不對,你就不用自己去拍,你看拿過來 拍老師的講義來,這位同學 我就跟你講換個原色 Good,很好 這樣是不是就留下來了 所以這個是他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我們在教師見長其實用這樣子做 這樣是不是就把我們講的資訊融入就放進來了 那這些東西你傳了 我跟老師講,這些都放在雲端了 你回家的時候可以再找到他 對對對,所以這個是 MyMuPod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地方 可以讓老師在一般教室,我們電腦教室比較沒問題,因為有很多工具嘛 可是一般教室的時候,老師數位工具比較少的時候,你搭配這樣子,我們就還蠻好用的 那當然 這個畫面不夠大怎麼辦 這裡有手對不對 你可以拿過來 有沒有發現你的空間是無限大 拿過來之後,好吧 剛剛那個同學 不好意思 沒有幫你的弄出來 這樣你會有點失望 好 結果一樣是這一張 好,再找一張 好,拿出來 他就從雲端幫你把它下載下來 喔,看到了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喔,西部的伸腳 所以老師這樣子要了解的意思,你看我把它放過來用手 這樣有沒有我們上課同學的作品都可以一起講解 那你要放大縮小,滾輪,放大縮小 就很方便啦 OK,那我們早上就先上到這邊 大家先休息吃飯了,謝謝